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誰還記得 世紀是永遠的我 你還記得 永久不是我們 以後的事嗎 忘了開著 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 我还要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漫漫的我这条路走了多久 心中深情缺的有一天 有一天都会听得 让时间说着谎 虽然我爱他 在天黑了以后 我们都不知道 会不会有以后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 永远的爱我 永远的一句话是什么 雨后的生活 过了太久没人记得 当初那些温柔 我和你一双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我和你一双牵手说要一起走 親愛的關於什麼 也許你也不懂 兩個相愛的人 等著對方先說 想分開的你 誰還記得愛情開始 變化的時候 我和你的眼中 看見了 不同的天空 走得太遠 終於走到 分岔路的路口 是不是你和我 要有兩個 相反的夢 誰還記得是誰接受 永遠的愛 永遠的愛 永遠的一句話是我們 以後的傷口 過了太久 沒人期待 當初那些溫柔 我和你手接受 說要一起 走到 最後 走到 我和你手接受 說要一起 走到 最後 永遠的愛 你們知道剛才這首歌是誰的歌嗎 對 對 就是 這首歌 確實真的很難唱 那希望 我剛唱這首歌 沒有負負偶像的期望 那接下來呢 唱一首 她為我寫的歌 好 長大以後的世界 好 我這裏就出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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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嘴 甲 tap 好 好 看伴奉的一天 在哪里和那世界 不被太陽很高 只要想要回歇 你放棄的暗天 喔喔喔喔喔 不是一個改變 喔喔喔喔 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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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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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希望可以看到他新的一面 然後剛剛在私底下我們聊的時候 就聽說他最近要做一個有新的計劃 那就是聽到他的這些計劃的時候 我覺得 哇 這位 這位 聖哥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 很驕傲 非常驕傲 非常驕傲 然後今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剛出來的這個 長大以後的世界 這個版本 新的改變 完全新的改變 然後其實就是 我特別為了今天這場演出 重新製作 重新改變 對 希望當作一個禮物送給你 的效果 好 謝謝 但是我聽到的時候 都不一樣 跟之前的 更加的歡快了 現在我們講到 這首歌曲叫 《長大以後的世界》 其實之前這些給小元寫的 那今天18歲的 深入演唱會來唱這首歌 我覺得它更加的具有儀式感 對 因為18歲其實就是 邁入了真正的 長大以後的世界 而今天為你開門的竟然是你的偶像 對 我們現在要不要給小元開了門 我們有一個全能力的儀式 好 真正邁入了長大以後的世界 來 準備 開門 好 進入長大以後的世界 十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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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真的特別替王元開心 因為一般人追星 那個夢想就是 能夠有一天去自己偶像的演唱會 結果王元追星 他是把偶像請到了自己的演唱會 啊 他自己也很優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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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看其實今天現場就是一個循環 你看偶像 然後因為偶像的力量變得更優秀的偶像 然後這邊 偶像和偶像 偶像 確實因為我們看到小元 這幾年一直都是在音樂上面 跟JJ哥做一個榜樣在學習 JJ哥小元一直在創作 他原創很厲害 我有一直在鼓勵他 有在關注他 你會越來越棒 真的有了 你會越來越棒 然後 你也會越來越高 已經快比我高了 這也是我在擔心的問題 好了 小元 今天JJ哥在面前 還有什麼話想要跟JJ哥說一說 就是真的很感謝 就是從我出道剛開始 還沒有出道的時候 就一直聽JJ哥的歌 然後從江南啊 到現在 到偶像的渺小 然後還有梅西 你現在上節目的歌 我都會聽 我就覺得 就是榜樣的力量 因為 不是說我真的從JJ哥身上 可能一點一點的學到了 每個和弦或者是怎樣 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是一種力量 他在不斷的每一張專輯 每一首歌在向前 我覺得這也是我的目標 我以後每一張專輯 每一首歌也會繼續往前走 希望有一天也能成為JJ哥這樣的 這樣的優勢偶像 謝謝 我一定很棒 謝謝 我們再次把掌聲送給JJ 謝謝JJ的光臨 謝謝 大家稍等一下 我有一個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在看我們獨家視頻直播的 愛奇藝娛樂的觀眾 我們今天其實有準備了一個特別的驚喜 那只有在看直播的觀眾呢 能看到這段精彩的獨家視頻福利 所以現場觀眾不要著急 回去的話 通過我們愛奇藝娛樂進行這個回放 就能夠看到這段獨家的精彩視頻了 那今天JJ哥來呢 除了有剛剛這個跟小元共同的一個合作舞台之外 也準備了一首歌曲 對 剛剛他也提到這個 大家看新代的 新裝的歌曲 我想說就是 我們在生活中 無論在做任何的一件事情 可能在自己眼裡 可能也許當下覺得很渺小 但是 在世界的某一處 某個角落 也許會有一些人 被你的小舉動 而改變或感動 我覺得這就是 我覺得生活中的一個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希望用音樂 帶來更多的這個祝福給小元 這首歌曲 偉大的描述 偉大的描述 接下來我們一起把舞台送給林俊傑 謝謝 謝謝 林俊傑 林俊傑 哈囉 成績的開舞 林俊傑